3號風球的晚上,甚至是8號 如果天氣不太惡劣,我們都會照樣開播 何況現在已經是3號幾個小時 今晚如常進行恐怖在線 什麼3號風球不做節目,你現在看不到嗎 沒有理由看不到,正常也不正常,沒有發生事一樣 今晚仍然有恐怖在線,突然多了假期 會不會多了看YouTube或電視 我看到有人說,剛剛看完一個全新的靈異節目 在ViuTV,我都還沒看,我都忘了 晚一點回去再看重溫 人說挺好看的,沒錯 就是3.3,193的靈異節目 如果真的好看的話,你再多看幾天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找他上去聊天 看看他有沒有時間 好了,今晚有一位嘉賓 我未見過他的面子 但從圓圓學會的周發元師傅介紹下 有個嘉賓都對一些泰國的佛牌 在這方面的事情,都很有他的資歷 因為他算是香港比較早年 將一些泰國的佛牌引入到香港 算是師傅級的 好了解一下,看看他這方面的經歷 所以今晚在電話旁邊和我們聊聊天 這位就是人稱阿劉的劉師傅 Hello 你好 你好 是呀,稱呼你做阿劉是嗎 是呀,叫阿劉可以 好啊 OK 不要說師傅,你不是師傅 你不要放在我 不要這樣說 好了,今晚因為周發元師傅 本來會請阿劉上人聊天 但由於外面,剛才還在打風 就說不要啦,不如我們先電話 就恐防要你周居勞頓 那我也想問一下阿劉 那你是否在九十年代 那時候很早期,都算早期 就開始 九十年代中期 OK 那為何對佛牌有興趣呢 我一向都很喜歡佛教的東西 很喜歡拜佛 非常ment業 那ぜ ram 後來清潔 好 것은 零 零 那 是的 押 那 得 穿得很神秘,所以很有興趣去看 後來又有些機緣巧合 有些朋友在泰國搞了生意 又叫我一起搞 我又過去,法國去到挺有趣的 慢慢就迷入去,喜歡泰國合牌 我想問,那個年代那些是否很簡單 例如四面法牌之旅呢? 是呀,那時代那些牌很簡單,都是四面佛、必打、聳石佛祖 很簡單的,現在千奇百怪那麼多 現在有些地仙很多,有些名字都沒聽過 以前很簡單的,現在都是十多宗 我猜是說得出的都有了,是嗎? 現在說得出的,有些人說不出的,都不知道是甚麼 說不出都有 突然間有個故事,說誰是師傅 經史上又看到一個不知甚麼特別的東西 這個又是很好的,以前都沒有 好像現在那些五眼四二,以前都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後來師傅又發掘了出來,那些紅麵獵人,甚麼判判 又是以前沒有的,都沒有聽過的,現在又多了很多這些東西 是,那當然可能因應的市場需求,或者為甚麼這十年八載 你覺得特別是多人找一些泰國這些,特別是陰牌 應該是陰牌更加多的,這十年八載 陰牌其實現在都已經是差了一點的 是嗎? 就算以前是陰牌,最多讓你做一瓶油裡面,有兩個木的公仔 讓你覺得很邪,很厲害 後來就開始那些人,我們那個年代應該是90年代尾 那些年代,那些年代二十世紀出頭 那時候就開始有人玩一些陰牌 那時候陰牌都很簡單,可能一塊大大塊牌裡面有一個小骨 或者有一些小小的骨灰,那些人就覺得很瘋狂 花很多錢來買,那樣都是 現在就更加那些器官,甚麼都有了,頭顱,甚麼都有了 越搞越邪,算不算呢?可不可以說越搞越邪? 其實這樣就,邪不邪,或者什麼就是 如果以佛家來說那些器官,或者是骨頭,都是人身的一部份而已 或者是動物的一部份而已 其實那個氣場有沒有厲害,有些音牌真的很厲害 小小小一塊骨仔,或者是小小一些東西呢 那個氣場已經很厲害 有些人的頭骨,整個人的頭骨都給了你 但是拿下去都是無料到的 其實那個師傅那個功力是怎樣很重要的 那個師傅的功力是去收的法文很厲害 其實是給你任何的那個用的材料 都是 你的材料好,但是那個師傅沒有功力的 或者就沒有用 甚至那個材料,大家同樣的骨頭 好像一個普通的,在柬埔寨 那些廉藏光炸死那些人的骨頭 那樣,跟你說一個真是一個骨頭的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的骨頭又在一個特別的時間 有些人去過世的特別的日子和特別的事情 好像有些是特地說不知是甚麼日子 然後是被牛撞死的 那些才叫做有力的 那些就不同了 是啊,我聽過泰國 他說不知可能是星期四 如果大吐婆被車車死的 就最冤枉了,最猛的 是嗎? 是,這些就好一點 還有有時候,就算做了私油 是不是真的燒出來 或者是找那個材料當然是很重要的 那些日子整個都很重要的 不過現在泰國那邊就 譬如好像以前的古曼湯 那一定是要 不是,古曼湯就是 猜死腹中那些 不知能不能找到那些 那些嬰兒子 就一定是未經過那個陰道出來的 那才算是有力的 但是現在那些很多 都是在醫院流產那些 甚至是墮胎拿出來的那些 所以為甚麼現在 好像在街上有幾萬元隻 但是很多人拿回去 供了一段時間 都好像沒料到 整個街上 因為飯門不正宗 其實這時候是沒用的 那我想問柳華 你最初接觸這些 所謂比較陰的事情 你自己怕不怕? 那也有點怕的 當然是人來的 也會怕的 也會怕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這個說這樣那個 那麼恐怖 當然是有點怕的 但是人的心理就很怪的 就是你又要怕的 但是又想玩又想試一下 真的這麼厲害 又怕痛又要 就是這樣的 那你有沒有聽過那些客人呢 或者找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找你 或者找其他師傅請他回來 然後又真的有 靈體晚上搞他 報夢那些 騷擾 有很多 很多的 例如我有一宗 有個個案 我自己 拿些古曼堂回來 不是很特別的 古曼堂 沒有甚麼 不過就是 出了名 那間廟 那個師傅 做一批的古曼堂 是很頑皮的 甚麼叫很頑皮 特別頑皮 那些小朋友很頑皮 特別頑皮 那時候 曾經拿過回來 就有一個客人 就請了回去 就說 每晚都有人敲門 都敲門 我今天呢 就是帶你來感受一下 采爾 令到Billy可以感受到 甚麼叫做 高潮 今天呢 就是選了D的套餐 就是大人的初體驗 哇 這個真的比較差 哇 哇 我忍不住 可以喊喔 哇 真的很舒服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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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頂到那個位 那我們會在這一套點火 對 在這個之前 對不起 沒有辦法 年紀很大 沒有辦法 這個有馬鑽 真的嗎 我現在可以做一個處理牆 我會盡量去放鬆 向上 我不會浪費自己的發生機 嚴嚴夏日 開定冷氣 帶你走過台灣的日與夜 全新節目 台灣在線 沒有鬼媽 一個價錢 兩種體驗 有鬼沒鬼 怎麼看都抵 是 但是 他開了門 就沒事了 他進了房子了 那就沒事了 但是他說 真的很好 生意的 求生 他的生意 以前做了幾倍生意的 他賣肉器那些 做了幾倍生意的 又定樣 又定樣 很好的 有幾次 他搞了家裡 又開燈 關門 又按風扇 又開冷氣 那些 就隨意 很慣常 甚至有事 他跟我說 因為他自己 猶太太在大陸 上去住 那天 他也沒有帶上去 他說 你跟我一起上去玩 那樣 那個金生 就留在香港 帶著他上去 但是他上去之後 整天晚上都有人按門 那 接著呢 開廚又沒有人 開又沒有人 他想到 他老婆又不知道 他在大陸的老婆 不知道 就不敢說 那第二天 他老婆走下來 樓下 就罵些人 罵些康奸 為什麼他經常有人按門 你放了什麼人進來 那康奸拿著CCTV給他看 都沒有人的 整天晚上都 那樣 後來有一次 他還誇張到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又不敢讓家人知道 在香港的家 又不敢讓人知道 但是他整天都在房間裡 共飯 共成 要給飯 給什麼 突然間 因為媽媽 走進來 敲門 要進房間 問他拿些東西 那就糟了 不知道怎麼辦 馬上把那些東西 剛好旁邊 有個鞋盒 拿起來 全部都丟進去 收起來 然後 媽媽 拿了幾句 拿了東西 走了 然後 他看了 鞋盒 鞋盒盒盒 鞋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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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 給我們送回來 真是神奇 一送回來之後 生意就全都丟掉了 人家訂開的東西都說不要了 這樣 這樣就全都丟掉了 但是很難說 有時候 他肯來 或者跟你緣分 想玩些靈驗的東西 又想生意好 不如你讓給我 好嗎 好 人家不要 就讓給你 這樣就拿回來 但是那個人拿回來 一點都沒有 沒有任何反應 靜如深海 生意又沒有好 什麼都沒有 所以有時候跟人 都很難說 都不出奇 他不喜歡那個主因 那會不會幫你 是嗎 是啊 會 講到這些 陰野陰牌 當然 我們純粹黨的知識 去了解者 不是鼓勵大家 去求 去買 因為這些事情 都要很小心處理 如果一處理不行 不太好 可能會很危險 我覺得會這樣 對 好像一把刀來兩面陰來 一邊來一邊來 一邊傷人 肯定都會傷自己 小心處理 今天阿劉就說 可以講一下兩位 經已離開的 一些泰國師傅 他們玩些陰野 好像玩得很誇張 是嗎 有兩個師傅 我做了這麼多年 是挺特別的 一位師傅 都是屈字頭的 一個叫屈啦 很多人都聽過 玩陰牌 尤其是大陸 東南亞 現在很癢牌 甚至是被他 那時候一派籃球的價錢 價錢貴了很多 現在有些 以前買到一千元的 一二兩千元的 現在都賣到一兩萬元 為什麼這麼誇張呢 他第一 他出的數量比較少 因為他 紅了之後 出的東西 就不是很多 做了一段時間 一段很短的時間 出了之後 他就過了身了 所以就不太多 梁書便說 第二 就是那個 靈異度很高 而且屬於早期 陰牌的人 做陰牌的人 就比較 歷史價值又高一些 還有很多靈驗度很高 很多 這個師傅 平時都很低調的 相傳 他的歷史 有五十多個 五十多個姻緣 有五十多個姻緣 五十多個姻緣 和他現在 過身之前 住在一起的 都有三四個老婆 一起的 我都去見過 幾個女人 盤住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講過 那些朋友說 是他所有的老婆 可以相安無事的 其實泰國這些法力是有的 好像前一陣子 泰國有個 似乎師傅 也有八個老婆 每個人都很美女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很令人羨慕 真的有這樣的事 可能泰國也是 一個男尊女卑的社會 所以 他們真的有和平共處 很奇怪 那不知道 可能他有 一些控制的能力 都不知道 那些阿鄭屈娜師傅 也挺傳奇的 他有什麼個案 他就是 我最初去到 那些朋友說 他的牌很厲害 叫我聘請一些 我聘請一些 然後 給客人聘請 覺得有些 桃花雲 好爽 那些 那些 有些人說 用薯精鬼木來做 那樣的 那我挺好 那師傅 我當然是和泰國朋友 那我問 你這師傅的東西這麼厲害 你哪找回來 我特別幫他做 我去徒弟 那樣 嘩 你個個都幫他去徒弟 那樣 不過我去的東西都挺好 又挺好用 然後又挺好賣 那我想見一下師傅行不行 我說不行 我們師傅不見人 很不見人 那照片 我們師傅不拍照 那這樣 那我跟著 我當然 不興氣 那不要緊 我有些什麼 我全部幫他買多些 買多些 我希望見一下師傅 買多了之後 就問問師傅 師傅好 那去見一下 所以在香港 我想如果見過一個師傅 都應該是幾個人 沒有多少人見過他 沒有多少人見過他 現在就有很多人 有些相片流傳 都是我們那時候 幫他拍出 拍他的相片流傳出來的 但是他很年輕 我見到他 都不是 那時候都年紀大 就不是說八、九十歲 但是都五、六十歲 我也沒有 我也有 那他呢 那我去見他 那他去他的家 那是很冬的家 但是就比較是 殘舊一點點 還有很暗的 在家裡 那我去到 那個朋友通知我 你最緊要買兩瓶 去找一些泰國的威士忌 去見師傅 那我 好啊 因為那些泰國威士忌 很便宜 很便宜 那我去到 那我去到 那我 那見師傅 瘦瘦瘦瘦 普通的衣服 那樣 都很nice 那樣 比較瘦 比較黑 很nice 那我去談他 那我去到 那我去到 好啊 多謝 那我說師傅 那麼喜歡喝酒 那我跟著又不是 我叫他開了酒 就不是喝 然後呢 旁邊呢 就有個 他找一個布 蓋著一塊東西 那有個 那些泰國的 那些泰國籃 上面呢 那一結開呢 就有個 葫蘆頭在那裡的 有個盆 有個大的葫蘆頭 哦 那我就把那些酒 就淋到他上面 哦 淋到他那個葫蘆頭上面 OK 那就給那個葫蘆頭喝的 不是他喝的 不是他酒 一淋就淋了 那好奇 好神奇就是 很快呢 那些酒呢 就乾了 乾了 真的好像喝光了 很乾的 一路索的 啊 好快索了 那都是很神奇 那我覺得 哇 那麼厲害 那我問問師傅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什麼來的 那麼厲害 那他就說 這個呢 是他的朋友來的 啊 和他自小 認識到大的朋友來的 啊 那我說 為什麼他會供奉你的朋友 放在這裡呢 那我說 那他的朋友呢 就很喜歡喝酒的 嗯 真的都是酒徒來的 那 有一次呢 就沒有見到他一段時間 那不知為什麼 那不見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便有聯絡 嗯 突然間又不見了一段時間 那接著有一晚呢 就 女朋友呢 報夢給他 就入了夢 他夢 就說 我就在哪條河裡面呢 因為喝酒 喝醉了 就掉了下去 就淹死了 哦 那你呢 希望你呢 希望你呢 幫我 把我的屍體呢 撈回上來 那我想以後呢 大家那麼老友 我會幫你 我就知道你是阿彈妮 你是師傅 我會幫你 做些牌 幫其他人的啦 那樣 讓你有名 那些牌實際是靈驗 那樣 那師傅就真的啦 那就會 將他 去那個河裡 撈了一條屍 那真是找到 找到 找到 真是找到屍體 那跟著呢 就跟他家人 爽啦 有這樣的事啦 那家人都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不知道 你掉了去哪裏 為什麼你都找到他呢 那 那個人說 想 留在你身邊 那我 交給你 那屍體 那師傅就處理了 那屍體 那就是留回頭 留回頭骨 整個頭骨 留在他身邊 那他呢 所以 師傅做了一陣子 為什麼是真真實實 有這樣的力量呢 就是因為 就是 我這個朋友 是死了的鬼 那這個鬼 就要撩其他鬼 來幫他進去那些派 他就特別靈驗了 即是鬼找鬼 去幫他的朋友 這樣說 鬼找鬼 鬼帶鬼 找鬼回來當然 這個兒子 就是鬼 跟他一起做 那師傅那些派 是真的有了度 很陰的 不是真的有鬼在裏面 那為什麼呢 師傅曾經做 那些派 有很多人 發言有一個特別的 就比起為何早期會這麼多人迷他的牌 很奇怪的是以前的牌就是牌 但是他的牌 哈?沒有了?看完了嗎? 是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往來八百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整集節目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一個月60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加上往來八百一個combo 還有,也可以上載到admampoon.com 加上我們BIGLAC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下一個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了